过年要到了 大家都赶着办年货了 在台南就一间食品行 满满都是少见古早味的怀旧零食 而且当中还包含了不少 是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的 他们在当地是便宜又划算 吸引了很多民众疯狂抢购 但当然了 讲到过年不能少的 就是象征步步高升的年糕了 在屏东的九如桑 年糕节一到了过年之前 业者就会在家门前来起炉灶蒸上年糕 保留了传统的做法 还有全手工制作 也让来买的客人可以吃到浓浓古早味 架子摆满零食 有过年最夯大朋友咸料必备 坚果 鱿鱼丝 还有小朋友最爱抢翻天的糖果饼干 人手艺推车 结账全部堆满满 因为这边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对 而且总有多 跟市价大概便宜多少 一两成有 就成厉害 所以通常都会来这边 对对对 都会来这边 这边的品质都算很好 对对对 不止民众买翻天 连批发业者也买好买满 因为真的小够大碗 台南这间食品行 各式各样想得到的零食 通通有 而且都是特大号 但价格就是比市场便宜 一到两成 疫情上大概已经趋缓了 所以到客的人数都陆续在增加 跟往年相比有成长到 有有有 有 大概有两三成 除了台南食品行 民众首刀抢买年货 提到过年怎么能少了 象征步步高升的年糕 这盐味 哦这盐味 蒸笼一打开 香气随着蒸汽扑鼻而来 屏东酒如香年糕街 每到过年前 业者都会在家门起造 用柴火蒸年糕 以往有三到四间 如今只剩两户在座 尽量吹得应付 人家来预约看多少 就跟当地起来 我一年就超过500粒 真的多少 真的多少 差不多300多粒 这一座就是四五十年 手工制作耗时费力 但业者坚持要给顾客 不只吃到年味 更要吃到满满古早味 过年前买年糕半年货 只要民众吃得开心 业者也就心满意足 记者台南屏东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